您好 我记得在第九期是英国治疗了 好 一直没通 头两天家里装修房子 有个在那儿活有点贪活有点累了 但这有时给人按月时点的时候 也有点痛 好好好 聚集的上次 你这一问我会考导我 因为我都 我想再一次给我按一下 因为我回去原来用这边 我上次按完你差不多多久不痛 一直就没有痛过 就前两天装修房子有点干活累了 有点酸 你第几期的 第九期的 这一期第几期 第十期 上一期 也就是一个一 两个月了 已经两个月 对 从来没有麻过 是 那你刚刚问的问题 有答案了吧 所以有些真的 有时候一两次就会好 因为我是玩真的 好 对 对 你现在痛哪一个点 记得 我这个五岁的时候 摘过摘错环了以后 骨头歪了 然后没有绝症 你看前隔膊是有 哦 我慢慢想起来了 你让人家印象深刻 对 回去一直没有 没有复法过 现在就是有点酸 但是为了巩固一下 让它再好一点 我问你你那时候是不是说 那时候那开始痛 好像痛很久 我是五岁的时候摘的 然后 那手肘真正痛 它要痛多久 痛很多年了 痛很多年 尤其都晚上的时候 我得痛的时候 就用那个胳膊 就往床上摘才能好 哦 那这我处理一次 对 它可以保持很久 这样算不错 那其实这个 这个它的问题 还是在这 你现在是哪里比较酸 现在就是这条筋 就这条筋有点酸 这一片 那这一片很显然 我们现在要了解的 来您擦腰 我们先看看这个骨头 大家要先认这个骨头 这个就是网球轴 很多人都知道 这个骨头以上的 到肩部原始点 这个早上有交了 对不对 从这里 那这一点以下 到手背 这一段 包括手背这里 还有拇指 这里 这一圈过来的 以上的 到这里 通通属这一条管 这一条管 所以这一条管理的范围很大 也是一个大开关 所以以后 如果你们遇到手肘痛 一定要问清楚 有些人说 我痛这里 那痛这里要楼哪里 假设 这时候如果他说痛这里 因为他是在这一个点 怎么样 以上 所以他的答案一定在这里 所以别看到手肘痛 就直接怎么样 往这一条楼 这样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吧 所以要看清楚 这一面呢 内侧 这个也是有一个骨头 这样懂我意思吧 这里以下的 通通是这样管 好不好 如果这一个骨头 以上的 他说这里痛 那你还是用肩部 原始点 所以这两个很明确 所以我 他从这里揉了 会跑到哪里 清清楚楚 所以就像我们臀部 揉了他会到脚踝 这一圈 也是我长期不断做 慢慢观察出来 所以有些人说 椎间盘突出压迫 造成脚趾头麻 我曾经有人造出来 说椎间盘突出压迫 然后造成脚趾头麻 这样你们看到这种片子 你们认为有道理吗 有道理吗 有道理吗 没有道理 脚椎跟这个脚趾头 有什么关系 你们懂吗 脚趾头是这里 他不可能从这里 跑到这里来 这样懂我意思吗 即使连臀部 他都跑不到这里来 他只有跑到这里 这样懂我意思 这也就是等一下我们在讲 手指头麻的时候 有些神经医学一直搞懵的 就是这几指麻 他们就说五六七椎 压迫到 根本很 临床上很少真正颈椎压迫 而造成麻 就在这里解决了就好了 所以很多医学的理论 发展得太细 讲得太有道理 但我说过了 属于说明部分 不是科学核心价值所在 这个就是说明部分 说明部分听听就好 因为那是很多 有学问的人在玩的 那真正临床的 你一路坐下来 你就知道原来哪一点管你哪 竟然这样有规律 所以了解就不会怀疑 好 那我们来做给大家看 他这个叉子 他的找法很简单 这里划过来 这个最后一个点 然后一根指头 他的痛点不坏 就在这一条以内 好 这一点是不是疼 这里 这里最疼 好 这里疼吗 这里是不是也疼 这里呢 这里也疼 这里 这里 我再往上面这里疼不疼 有一点 有一点没有那么疼 这里比较疼 对不对 好 我再往上面这里疼不疼 有一点 有一点没有那么疼 这里比较疼 对不对 好 应该去吃一点 好 应该去吃一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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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的是制毒 制毒的感觉 你按下去这里都有感觉 有些犯者都说按下去会往上串或往下串 确实有时候按下面上面也会好 但是按下面上面好下面也是小开关 好 这样懂我意思吧 好 所以我们不用太care 好 你现在再看看那个手 嗯 这种感觉 非常舒服 舒服 非常不紧了 是是是 尤其是这个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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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因为这个筋就是在这个手肘以下的 所以这一圈都是这一条管 好 谢谢 好 不会不会不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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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